正等皇帝游民间时 发现民间竟有外形如此特别的糖 当时称之为银丝糖 入口即香 口味特别 因而对此物产生好感 于是下旨带回宫中 并取名为龙虚糖 用做好的麦芽糖在糖温40度左右 取出一块 看师傅的桥手 把它均匀向外拉伸 重复折叠拉伸 就变成细丝外缕层次清晰的龙虚糖 这叫做附带口 这是大肠 这是烙肝肠 这个叫做鲑巴 这个套肠 这麦麦吃了这么久 还第一次感觉买吃的前沙商务客 小肠大肠长头小肚 猪肺套肠各种部位 可是屏幕一杯到味儿系的 来来来 挑几条汽衣的 切片打包回家 大肠口感Q糖 没有一丝一味 而且卤得五香味深 形似甜甜圈的套肠 口感豆腻 吃而软乱 吃而有嚼劲 Interesting 我肚子大了好几次了 不晓得是谁的 可能是炸酱面的 或者奶茶的 也许是烤肉的 也可能是炸鸡和年糕的混血 真的太多了 我真的记不得了 老板 来份鸡蛋饼 葱花香菜炸菜油条 全都要 再加个蛋 对于这种蛋饼的平价方式 有很多 牛肝饼是不是先盘子 盘饼的技术 是否熟练 葱花鸡蛋是否图满居 灵魂大将够不够人 炸菜咸蛋是否实际 油条是不是先炸出品 在我这儿 平价方式就一个 加鸡蛋超过一块的 我都不要 男爷一样 为什么要叫他油三子 明明就是麻花呀 据说是因为像古代女子头上的簪子 先把细细的面团一揉一搓 一转一对折 做成均匀的小段 然后下入油锅不断翻炸 五分钟后捞出 放入刚熬好的糖浆中 快速翻转 保证每一个都沾上糖浆 继而根据口味的不同 撒入海苔粉 芝麻 椒盐等 听错 方高都搞成肉气的了 将调好的高粉用筛子 塞入木质模具中 进入线线后 将模具装满抹平 上楼用旺火蒸熟 抹茶知识方高就做好了 抓不住说 哪个是肉的 可以的处理 摆开才发现 他裹着浓香的巧克力酱 一口下去纵向死满 狂子的呢 原来是细腻草泥 我又被骗了 有点抓狂了 不愧是白色的吧 打开一看 就是香甜的豆沙 最后一个 才是鲜香的大肉馅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在田园做比翼鸟 夏天必须吃烧好 吃烤试的快乐 就在于它的各种口味 那只香辣 泛黄梅子 最后还有厚定沙粽 变太辣好吃 看着这辣 望而却顾 即使我还是喜欢鸡皮的部分 味道十足美容养点 大气爪子 画质照燃 满满的胶原蛋白 一串串静硬剔透的小肥肉 入口即化 再来两份 稍微调料的鱼豆腐和玉米粒 今天的勇就白有了 健身会减肥的你 还想下馆子 吃牛肉绝对让你两圈其美 黄猴蹄筋 牛舌 牛肉 牛百叶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这一顿实在贵